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一定是苦涩的 2010年6月 这批中国志愿军老兵 再次踏上朝鲜国土 但由于朝方规定 他们只能留在火车站贵宾室内 不能外出 崇陵朝鲜的第一顿饭和半个多世纪前的 有着天壤之别 75岁的张虚贵老人 是志愿军60军179师537团独立营的战士 1951年初入朝 1953年7月停战后回国 进朝鲜之前发了一日水 发了六块炸两块 几天的口量 两天的 那后来用了几天把这六块吃完了 用了三天 团友当中 张虚贵对小他一辈的苗雾才特别观照 一天前张虚贵才知道 苗雾才的父亲苗维忠 和他同属志愿军第60军 分别在179师和180师 1951年4月 第60军投入朝鲜战场 一个月后的第五次战役 180师为掩护友军撤退而陷入重围 一万余名官兵过半被俘虏 两千多人阵亡 被称为解放军军史上最惨痛的败仗 身材高大的苗维忠 是手掌口中的侦察奇才 经常潜伏到敌军阵地前沿 仅凭目测和记忆 回来后就能准确无误地 描画出敌军部署 凭着过硬的军事技术 苗维忠在180师的灭顶之灾中 成为少数突围成功的官兵 1953年初 重整后的180师转战朝鲜东线战场 但这一次他终于躲不过厄运 趁着等火车的空档 张旭贵买来一样东西 递给了苗屋材 广州民族民族民族公共官 江源岛我父亲都给江源岛的 那时候六十军党长都在这里的 我父亲应该在这个 牺牲在朝鲜 余英山前线 余英山前线在啥地方呀 三军党长都在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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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腰弱的腰弱 腰弱的腰弱 对对对 这就是三军党长都在这里的 这都是三军党长都在这里的 他就我父亲习惯的时候 三军党长都在这里的 他已经到了少一时候了 得到朝方导游金先生的指点 苗武才找到余英山所在的 金化菌鱼湖里 这一进展 让他寻找父亲坟墓的期望 更加盈切 然而金先生却是非常为难 这个一般是江源岛的金化菌 还是三军党长还是军党分析线的 这些军党分析线 我们一般都不能过去 没有人民军的批准的话 还是要没有得到这个批准的话 我们还是办法需要什么样的 你想我把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留下 留下是不是通过中国的大事关 这个我现在留给我们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 马上递给我们朝鲜 我们旅行上 肯定是我们进行一个 一切的努力吧 对 得到金先生诚恳的许诺 苗武才稍微安心了一些 我在留纪年开始 就找我父亲 找我父亲的部队 当时我中央军委写信 写了十一年 根据中央军委提供的线索 苗武才联系到父亲 在180师司令部的亲密战友 侦察参谋 高巡 他跟我会讯的 可说我说困难一遇啊 在这 他感觉是很对不起我 我母亲跟我俩 他跟我父亲那时候 上检查的时候的 工作是七天修正 最上检查的时候工作七天 下来以后 他两个说不应该是环伴 他使他是牺牲 是这样牺牲的 他不是说 一块宝点砸死了 但是他又火了几天 结果我高兴 这个贝贝的 教得很清楚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系 却因为十年文革 而彻底中断 文革结束后 苗武才成为河南省第一批个体户 经过多年的打拼 这位貌不惊人的汉子 成为几元市 一名富有的商人 去年 苗武才再度联络 高巡老人 才知道老人家 在十年前已经过世 追寻父亲故事的线索 断了 离开新一周 苗武才和志愿军老兵们 换成朝鲜的列车 向平壤进发 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满怀希望的苗武才 沉沉睡去 置身朝鲜领导人的目光中 看着眼前的朝鲜大地 中国老兵们 不断印证着当年的记忆 思潮起伏 我们过江那时候 每一个村庄 都是一片狼藉 城市没有一栋 像样的完整的房子 不要说是人了 如果有一个洞 或者是有一个牲畜 在地下跑的话 美国飞机的话 它都要轮番扫射 轮番轰炸 我们许多战士 许多战友 还没有走到前线 就被敌人的飞机 打得陷队了伤害 那就是 你说 挺好的 突然说 热杏仁的汽车 晚上都是不敢开灯 吓 AkuP 但是跟我們那個馬車相遇了 那個汽車為了趕快過去 開了一張燈 照一照路 它過去了 沒有十分鐘的美國飛機來 一個炸彈把我那裸子炸死 又炸死兩個魚頭 它那個野航機 它是經常在那轉圈 它看見哪有燈光 它就往那上炸彈 這入朝第一天 第二天一早 苗霧財和張虛貴 得到了朝鮮接待方的正式答覆 我們那個現在呢 有幾位客人呢 要上那個去那個家園 到那個金華去 昨天我們旅行社的那個 有關人員呢 他們我們客人的事情呢 已經踢到我們的商機 但是解決不了這個事情 人民軍不匹 我們那個軍區那邊 對吧 我們導遊也那個幫不了 旅行社也幫不了 苗霧財必須另一途徑 這一天 志願軍老兵們離開平壤 深入朝鮮山區腹底 前往九十公里外的惠倉郡 旅行社會的 丁堅 旅行社會的 去 旅行社會旅行社會 席 旅行社會 代表 全面 飛行社會 現在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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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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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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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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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你怎么回事 妈 你半天谷 你半天谷 你半天见 我半天见 妈妈,我把我父亲的隐灰给请回到中国了。 我这一半年,你没有帮我行走。 我这一半年,你不会给他过来的。 我一直都老爸爸 我一直被人比誰都幸福 谁也无法想象 一位几乎走到人生尽头的老人 会在听到儿子的呼唤后 奇迹般地恢复了点滴神 仿佛拼尽毕生的力量 紧紧扣住这撮来自丈夫长眠的国土 一刻也不愿松开 你好不好 我留着孩子好好吃喝 能多活一天 多活一天 孩子们情愿欺负你 你小时候你母亲有没有跟你说 你父亲是怎么样的人 我母亲向来不贪 向来这个照片我也没有见到过 为啥呢 我俩就不敢贪这个事 一天我母亲就 她不是一般人的伤心 她就熬过熬了一辈子 很可能跟我父亲俩过了连一年都没有 通过这一次的 我很体会我母亲的心情 我母亲永远是离不开我 今天见面她是清醒的 我这的时候她心情很清楚 她的眼也看我 但是她不会讲话 我感觉是她很有灵感 说实话就是 我再一辈子搬不了 就是我教我的孩子 我基督的孩子 我教他们孩子 这期节目播出前 我们突然接到了苗雾才电话 她的母亲孙秀莲女士 于12月21号下午3点 在家中与世长辞 享年90岁 老人家走得很安详 那瓶从朝鲜带回来的泥土 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和志愿军老兵一起 看看他们的异国青春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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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